美 我若欺切成群 我最宠爱你 要是你的心在菲比斯的胸口跳动 那世界该多美 我总是宠的 她的灵魂得到拯救 那我的呢 我的呢 都是因为你 你 法国大文豪维克多余果 浪漫主义剧作 巴黎圣母院 演播 本音物语 那些那些呢 不需要在地上 我宝贝 伏金一息 不胜天渊之凯 想当年 罗伯·瑟纳利曾把巴黎圣母院 比作埃菲苏斯的著名的迪安娜神庙 那座神庙曾使埃罗斯特拉图斯一秀万年 并使古代异教徒赞颂备至 而瑟纳利却认为圣母院这座高卢主教堂 无论长度宽度高度或结构都要远胜一筹 不过巴黎圣母院不可以称为形态完备 造型确定归得成类别的建筑物 它已经不是罗曼式教堂 但还不是额特式教堂 这座建筑并不是一个典型 巴黎不像土耳纽寺院那样 它不是一种以开阔穷龙为枢纽的建筑 并没有那种敦实宽广的间距 浑远并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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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神秘 低矮 似乎被开阔穷隆压碎了的 教堂的古老家族 那些教堂除了顶棚以外 差不多都是埃及式样的 都是象形文字式的 用于祭祀的 象征般的 他们的装饰 更多的是菱形 巨齿形 而不是花卉图案 而花卉图案又多于动物图案 动物图案多于人形图案 与其说是建筑师的创作 不如说是主教所炮制 他们是建筑艺术的最早变态 全部烙印着植根于拜占庭帝国 终止于征服者威廉的 那种神权军事纪律的痕迹 也不可能把圣母院 归入另一家族 另一类高大空灵 有很多彩色玻璃窗 和雕塑的教堂 形体艰小 姿态飘悍 作为政治象征 他们属于村社 属于市民 作为艺术品 他们自由 任性 狂发 他们是建筑艺术的第二次变异 不再是像形文字时 不再是不可变异 不再是仅仅用于祭祀 而是赋予艺术魅力的 进步的 为民众喜爱的 始于十字军归来 终于路易十一时代 巴黎圣母院 不是第一类那种 纯粹罗马血统的 也不是第二类 纯粹阿拉伯血统的 它是一种过渡时期的建筑 当萨克逊建筑师 终于树立起 圣母院中堂的 最初一批柱子的时候 十字军带至 欧洲的肩拱式样 已经以胜利者的姿态 盘踞在 原来只用于 支撑开阔穷龙的 那些罗曼式宽大斗拱之上 肩拱式样 从此压倒一切 构成这座主教堂的 其余部分 然而 最初还未经考验 还有些胆怯 这种式样 有时躲闪 有时扩展 有时收敛 还不敢像以后 在许多出色的 主教堂里那样 放胆 肩耸 如剑似矛 所以如此 好像是因为 他感觉到 粗壮的罗曼式柱子 就在跟前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法国大文豪 维克多余果 浪漫主义剧作 巴黎圣武院 眼波 本音物理 尽管如此 从罗曼式到 俄特式过渡的 这类建筑 仍然珍贵 值得研究 不亚于 纯粹单一的式样 这种建筑 艺术所表现的 微妙 假若没有 这些建筑物 就会失传 这是坚拱式样 嫁接于 开阔穷隆 巴黎圣武院 特别是这种 变异的 一个奇特样品 这座可敬历史性建筑的 每一侧面 每一块石头 都不仅是我国历史的一页 而且是科学 艺术史的一页 这样 我们在此 只指出主要的细节 一方面 小鸿门几乎达到了 十五世纪 俄特艺术的 精美极限 另一方面 中堂的柱子 由于粗壮沉重 却使人回溯到 加洛林时代的 圣日尔曼德普瑞教堂 小鸿门和中堂的那些柱子之间 大概相聚六百年 甚至炼金术士也无疑不从 那种大拱门的象征中 发现炼金术的令人满意的概述 认为 屠宰场 圣雅各教堂 是炼金术的最完善的象形符号 因此 罗曼教堂 炼金术教堂 俄特艺术 萨克逊艺术 使人回想起 哥利哥里七世时代的 笨重圆柱子 尼古拉弗拉麦勒 以先行于马丁路德的 那种炼金术象征 教皇统治下的统一 教派分裂 圣日尔曼 德普瑞 屠宰场 圣雅各教堂 这一切都柔和 结合 融合在圣母院建筑中 这一主轴教堂 始祖教堂 在巴黎的一切古老教堂中 是一种嵌合体 它的头是这座教堂的 肢体是那座教堂的 后部又是另一座的 从每一座都取来点什么 我们要再说一遍 这种混合型结构 依然引起艺术家 古物学家 历史学家 相当大的兴趣 它使我们感觉到 建筑艺术 是多么原始 淳朴的创造 因为它表明 巨人时代的遗迹 埃及的金字塔 印度的巨型浮图 也同样表明 建筑艺术的最伟大产品 不是个人的创造 而是社会的创造 与其说是天才人物的作品 不如说是人民劳动的结晶 它是一个民族留下的沉淀 是各个世纪形成的堆积 是人类社会 是人类社会相继升华 而产生的结晶 总之 是各种形式的生成层 每一时代洪流 都增添沉积土 每一种族都把自己的那一层 沉淀在历史文物上面 每一个人都提供一砖一石 海犁就是这样干的 蜜蜂就是这样干的 人就是这样干的 建筑艺术的伟大象征 巴别塔就是一座风房 伟大的建筑物 像大山一样 是多少个世纪创造的结果 常常艺术有了变化 而建筑物依然如故 把一切都凝固住 建筑物随着艺术的变化 而平平静静地延续下去 新艺术只要是碰见建筑物 就把它揪住不放 黏附于它 把它消化 随心所欲把它发展 只要可能就把它了结 这个过程是按照某种静悄悄的自然法则 顺利的 不费劲的 不产生反作用的进行的 这是一种突然的嫁机 是一种循环不已的元气 是一种不断再生的生命 多种艺术以不同高度 先后焊接于同一建筑物 这里面当然有许许多多东西 值得写出一部部剧作 甚至往往写出人类的世界通识 人 艺术家 个人 在这种没有作者姓名的庞然大物上 已不见踪影 人的智慧 却概括于其中 总结于其中 时间是建筑师 人民是尼瓦工 法国大文豪维克多余果 浪漫主义剧作 《巴黎圣母院》 演播本音物 这里姑且只谈基督教欧洲的建筑艺术 东方伟大营造艺术的这位小妹妹 显而易见 她是一个巨大的生长层 其中分为三个经代 彼此独立而又互相重叠 罗曼代 俄特代 文艺复兴代 或称希腊 罗马代 罗曼代是最古老 最深层的 它为开阔穷龙所占据 而以希腊原著的形式 延续在最上面的文艺复兴现代层中 尖拱式养 介乎二者之间 仅仅属于三层之刃衣的建筑 皆是完全独立的 统一的 完整的 那就是尤米埃日寺院 兰斯主教堂 奥尔良的圣十字架教堂 但是 这三代的各自边缘 互相混合 互相融合 像太阳光谱的颜色那样 从而有了复合建筑 有了微妙过度的建筑 其中有一座 罗曼其族 俄特其中 希腊罗马其首 这是因为建造的时间 长达六百年之久 这种变异是罕见的 戴当普城堡的主塔 就是一个样品 但是更常见的是 两个层的混合建筑 那就是巴黎圣母院 这一尖拱式样建筑物 由于它那些早期的柱子 而原属于罗曼代 即与圣德尼门拱和圣日尔曼德 普瑞教堂中殿 同属一代 那就是罗曼层一直达到半中央的 博舍维尔半厄特式的美丽教堂 那就是罗昂的主教堂 如果它那中央尖塔的顶 不属于文艺复兴代的话 它会是完全额特式的 不过这一切参差迥异 只涉及建筑物表面 变色的只是艺术 基督教教堂的结构本身 并没有损迹 总是同样的内部骨架 各部分之间同样逻辑布局 一座主教堂 无论雕塑的事物的外皮如何 下面总是罗马式中堂 起码也得处于萌芽雏形状态 这个中堂 一成不变地遵循同意规律 在地面上发展 它始终分为两殿 交叉为十字形 而上顶端的原室 为唱诗场所 总是在下侧两翼 举行堂内游行 安放小祭坛 这是一种横向的 可来回走动的场所 主殿由郎柱与它相通 在此前提下 小祭坛 门拱 钟楼 尖塔的多少 是变化无穷的 随时代 民族 艺术的口味变化 只要保证 只要保证提供崇拜仪式所需 建筑艺术就可以变异形式 举凡雕像 彩色玻璃窗 花瓣格子窗户 漫藤花纹 齿状装饰 斗拱 浮雕之类 建筑艺术 可以按照它认为合适的对数 尽情发挥想象力 加以排列组合 因此这些建筑物的外观变化多端 其内理却井然有序 严格统一 树木主干始终不变 植物生长情况却变化无常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法国大文豪 维克多余果浪漫主义剧作 巴黎圣母院 演播 本音物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法国大文豪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